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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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个是股票的部分 等一下我再跟你分享 面对行情还是要随自己的看法 你有没有发现台股一样没有量 我就跟你讲过了 在封关之前的话量不是重点 因为一定没有量 肯定没有量 因为大家不想玩 所以见解就是一样的 从台股看世界就是没有量 所以会洗刷刷的 所以一天大涨一天大跌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只剩下6天 昨天是7天 现在也是剩下6天 1月28号摩台子要做结算 所以目前看起来台股就是还是卡住了 什么叫做卡住了 我用几个数字跟你分享 分享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上有摩台子的法人荒脏成本 压在这个地方 305.8 这是305.8 就是摩台子的法人荒脏成本 是压在上方的 1月28号就要做结算 对不对 然后下有 台子旗的法人荒脏成本 7XXX 好 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了 7700X10 8点好了 这样已经够明显 只差一个数字而已 7 7X8 到底打在哪个地方不知道 不要跟你讲 我们的学员都知道 所以目前看起来 行情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很难操作 史上最难操作的原因 因为有行情 大概一年当中 我跟你分享过 一年当中 它会遇到一次到两次 真的 就是法人荒脏成本 框住了 一框住就很难操作 所以上有法人荒脏成本 摩台子的部分 下有法人荒脏成本 台子旗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就卡在这个地方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比较难操作 好 那一样的 如果短线看不懂的话 那我们就看长线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长线要怎么看 之前我跟你讲 长空短多 所以我们先从 比较长的一个方向 来慢慢看 来 这是加权指数的 月K棒 不要忘记 我们已经1月27号了 再过几天 就要收月K了 也就是说这根蓝K 应该是确定是蓝K了 所以如果假设 加权指数的月线级的K棒 这么长线的月K 已经确定是蓝K棒了 那你觉得是多还是空 长线 极长线来讲是空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把它 换成周线的一个角度 从周线的K棒的颜色 也来看的话 已经连续四根K棒 也是属于蓝K棒 那什么时候才会 变成黄K棒 要拉到这里 这边 你会不会太远了 对 真的很远 所以就以这个礼拜而言的话 除非狂长个 这个也很难讲 对不对 如果狂长个500点 有可能吗 长个500点有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长500点的话 不好意思 应该是确定也是蓝K棒 所以你看 从中长线的角度 蓝K棒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从中长线的角度 就是比较偏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短线的一个部分 来 贾老师有跟你讲过 60分钟的K棒是看波段的 来 我们看一下 60分钟的K棒 又搞成红色的K棒 对不对 这阵子的话 常常出现红色的K棒 对不对 所以就短线而言 是属于偏多的 但是就以长线而言 是偏空的 这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告诉你一个 长空短度 卡住了 卡住了 到底是长线的压力大 还是短线的压力大 我不知道 反正就让市场去表态 不要去猜 因为永远不要去猜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日前期的K棒 是黄色的K棒 这样了解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讲过的 震荡高手盘 真的 除非你是高手 你知道吗 佳老师认识很多朋友 对不对 你知道这阵子有没有 不是 佳老师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礼拜真的操作不顺 我必须要在电视上 跟大家分享 因为真的不好操作 我必须要说实话 但是除了我以外 你知道吗 很多业内也是不好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空下去就被拉起来 一做多又被打下来 真的不好操作 所以佳老师已经想好 明天我要做什么动作 我已经想了 心里面有定数了 我不能告诉你 我明天就会告诉我的血缘 OK 所以长空短多 难怪会卡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黄色的K棒 所以从两个角度而言 从两个角度而言 第一个 我从那个法灵荒脏成本 上下区间框住了 所以很难操作的震荡高手盘 第二个 我们从长线中线 跟短线的一个角度而言 也告诉你现在K棒的颜色 是属于黄色的K棒 所以现在是真的非常难操作 所以目前看起来 台股就是一个横盘真理盘 这也就是说 借一下我们钟铃兄 我们跟钟铃也是有熟了 我们也常上通告 真的不错 很好的分析师 他说一句话 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强的很强的 6的很6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一个强的很强的 弱的很多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给你一个结论 到最后还是要结论 结论 一样震荡高手盘 就是操作难度很高 就是人工盘 很明显就是人工盘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你注意的话 我跟你分享一个美国 期货跟现货逆价差 只要拉到60点 50点到60点的话 就是相对的低点 完了之后你就开始加工单 一直拉到平价差 都是这样 真的十足的人工盘 没有量 你可以这样玩 没关系 等方向一来的时候 我们要加倍奉还 让你玩没关系 玩到你没弄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人工盘 你就继续这样玩吧 看你玩到什么时候 玩到方向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趋势 是会反扑的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搞的话 可以搞到天长地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 已经证明这件事情了 我看你能够玩多久 没关系 反正陪太子练剑 我们就继续练下去吧 这就是数字盘中的天敌盘 江老师跟你讲过了 数字盘中的逆势走法 所以节奏很重要 要么就是快进快出 要么速度变慢 接下来江老师 会把我的速度 再作为更换一下 因为现在 框起来的话 大概就60分钟的一个 高低点都被框住了 所以江老师 会把我的速度稍微变快一点 或是变慢一点 以60分为基础 上下去做调整 明天江老师 会做一些动作 然后完了之后 大涨的时候不要太乐观 大跌的时候不要太悲观 现在行情就是如此 没有方向的一个行情 所以看多也对 看空也对 随便都无所谓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随便这样有解决了吗 有了对不对 好 既然有解决之后 我们来解决一下 今天当中的一个状况 来江老师跟你分享 一个多空加战的点位 多空加战的点位 来 7776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最低点 7778 哎呦 怎么差两点 对 就是差两点 就这么刚好 7778 就是差两点 所以昨天跟你分享的 多空加战的点位 就是7776 所以我跟你分享的数字 你真的要记在心里面 好不好 好 有了这个数字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跟辟从交易法 到底要怎么做 来 跟辟从交易法 就是看懂价量关系 今天的日内 高低点没有 低点 7778 你看 差两点 一会儿就扭起来 真的有够害的 高点的话是7859 今天日内的一个价差 也没有 其实没有超过百点 越来越 其实这么说好了 我们拉回来 空盘手很清楚 就是剩下就是顺势交易者 现在在行情 就在市场里面的 只剩下顺势交易者 大部分的人 要不然用程式交易 要不然就是用半自动的交易 所以他现在能框的 就是框这些人 能够框这些人 已经把那些人 已经洗到快脱皮了 所以他的区间 就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搞不好礼拜六的时候 差不多四十点 你可以睡觉 你可以准备睡袋 真的 可以准备睡袋 对面有大论法 可以去买一个睡袋一下 真的是这样 我越来越窄 所以请你记得 要么就是把你的速度 放更慢 要么就是把你的速度 放更快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今天的高低价差 七八五九 今天的低点七七七八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走得 比较压抑一下 就是因为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是空方控盘 尾盘的时候 才被偷拉上去 不然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空方控盘 那骑货大户的话 就没有太大的动作 忽多忽空的 那散户也是忽多忽空 所以你没有发现 今天开盘是红色的K棒 那如果假设你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你看到说 不对喔 为什么 因为红色的K棒 加上空方控盘 加上大户做空 你可以怎么做 当然是顿叮一下下 就犹豫一下下 结果你看到乖离讯号 你没有发现 更加深这个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发现 开高走低 一路扎到七七七八 刚好大陆股市 有没有一开盘 一瞬间 又起来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人工盘 那今天今天是选择 就是因为我们是流波段 所以尾盘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波段 把他平插 我们就空手 反正就是好一浪 浪到最后面 方向出来的时候 要吃了 我们再来吃了 随便我们先让他表演 OK喔 了解了 所以今天运用工具 就是怎么操作 江老师一定会一五一十的 跟他交代 所以一样还是一句话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怎么办 这个礼拜 江老师也是操作不顺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分享 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要为成功找方法 也就是说 我也许会觉得 今天要够暖 我可以这样是抱怨 但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没有帮助的 这样对于我操作的绩效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不能为失败找借口 我要为成功找方法 也就是说明天 也许我们就调一下节奏就好了 运用正确的方法 还是可以判断多空 你框在六十分钟的K棒 那请问一下 三分钟 十分钟 是不是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懂得调整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为了失败找借口 要为了成功找方法 所以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江老师跟你分享一个 一个活动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天然的最好 跟天然的最好 又要出发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封关前 最后一次全省趴趴走 江老师你真的很爱钱 不是啦 不是很爱钱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封关前之后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 关盘的重点 为什么你知道吗 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刚刚已经有跟你说过了 等一下我会举几个例子 让你知道 为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跟筹脉有关系 点到为止 你想知道 我等一下跟你讲 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台北 台中 高雄 年后行情怎么规划 没有关系 年前 让你人 人家已经跟你讲了 4月15号之前 我就是因此要护盘 对不对 让你人 不要紧我看你多人 人到市场方向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谁痛了 所以年后行情到底怎么规划 江老师要跟你分享 第二个 震荡高手盘 我们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江老师要跟你分享 第三个 进期货市场 该注意的事项 这时候我就必须要 上次好像带着师分去赌场赌博 对不对 这个期货市场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赌场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问题 进赌场 到底是当庄家好 还是要当赌客好 这次 这一个主题 是上次江老师欠我们的学员的 所以我必须要在全省爬爬罩的时候 跟你分享这个问题 进期货市场 到底要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那当然第四个 如何精选股票报股过年 答案就是这个东西 魔鬼藏在细节里 也就是说 对这四个主题有兴趣的 请你记得 怎样你知道吗 来 进赌场 老板赢钱的秘密是什么 赶快闪过去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闪过去了 都有闪过就好了 请注意一下 广告时间 留意一下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我认为 你想要知道 年后行情怎么规划的 你想要知道 股票到底魔鬼是什么 最好是你的笑容感觉怪怪的 想讲又不想讲 对不对 有时候要留两手 留一手 不是留两手 想知道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广告时间 注意一下广告里面的内容 广告里面的内容 对你在操作取货 跟操作股票 一定很有帮助 相信江老师 所以等一下广告 先注意一下广告里面的内容 对 好 这是在今天行情 还有整个大盘的观察 当然就是筹码面部分 怎么来做观察呢 尤其在外资部分 又可以放 佣家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来 你看了就知道 有看到吗 你一天有冬 没有啊 狂卖了1.11亿 倒是自营商还蛮积极的 还在做绩效 好可怜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只要年底绩效不好的话 我跟你说 卷铺太走人了 我跟大家讲 最近的行情是这样 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只要是顺势交易者 真的很难操作 尤其是自营商 你不会看着好了 你就每天盯自营商 一定是又追高杀低的 你相信我 每一次都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人也是每天要留下来开会 来 我们看一下 三大凡总共卖了20.8亿 我看到 卖20.8亿 结果今天我们还是小涨 所以很明显的 真的很努力在护盘 好 来 其货的部分 偏多操作了2657口 吃了衬头铁了心 硬是要做多 来到2万6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中心看待 姜老师我跟你说过 那个数字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来 选择权的部分 多单1万2 多单2万9 这样加加减减 还是没有到6万口 所以就还是中心看待 那扑口 ratio 昨天已经往下掉了 那继续往下掉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中心看待就可以 只能中心 只能中心看待 昨天是中心偏多 现在是中心看待 好 倒是散户 多空的力道 在做空 怎么会是这样 小台不空单 大台不多单 怎么会这样 应该就是为了要框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就稍微中心偏多一点点 因为如果它是散户的一个单子的话 就是稍微中心偏多一点点 好 那一样 我们看一下加全指数的日线级的K棒 一样是黄色的K棒 所以是黄色的K棒 就是震荡高手盘 这是真真切切的震荡高手盘 不要开玩笑 是没有方向的 会被洗去巴来巴去的盘 所以第二阶段 江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级的K棒 跟大家做交代 对 好 这是在整个冲跑部分 那至于水果呢 嘉然哥 毕竟今天还是蛮多果蛮强的 像是网通来继续强 然后今天本来说苹果公布财报嘛 这个苹果也还好 除了大力光之外 其他也都还不错 那接下来在选股部分呢 怎么来选 好的 江老师教你 很重要 刚刚已经有跟你说过了 为什么 因为答案在这边 魔鬼真的藏在细节里 来 我打几档股票 我不要再考试分了 试分已经很紧张 每次都考试分 魔鬼藏在细节 为什么你知道吗 来 我给你看一下 如果就一般的 一般的江老师教你的 2356的一个音乐打 请问一下 这颗会留过年 应该可以嘛 对不对 因为它是红K棒 你不要放空留过年 那就是逆势操作 2356的音乐打 是做多的 是OK的 好 来 3047的一个 逊州 OK 看起来也OK 3062的健康 看起来更OK 对不对 3552的一个同志 也还不错 但是 你知道吗 这12345 这五档股票 我再让你打一次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为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个那么样的重要 等一下我再论述给你看 不是等一下 我等一下跟你分享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红K棒是可以做多留股票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如果假设这五档当中 我maybe我会选一档而已 那一档是哪一档 来 我跟你讲 2356的一个音乐打 是不是很强 可以留多单 报股过年嘛 对不对 3047的逊州 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 对不对 3062 健翰 看起来也是可以 3552的同志 也是可以 好 答案揭晓 你知道吗 这五档当中 maybe让江老师来选 有没有 这五档都可以留多单 但是如果真的要让我很安心的留多单 你知道是哪一档股票吗 2356的音乐打 你一定想要知道 为 什么 想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江老师 江老师你很害 你是不是又在那边 就是假鬼假怪 对 我就是要有时候要假鬼假怪 不然的话你都以为我肚子里面没东西 魔鬼真的藏在细节里 你一定想要知道 到底为什么 我就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我要跟你讲为什么 来 不是啦 不是等一下广告的时间跟你讲 是有一个活动要跟你分享 了解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是做多的 做空的可不可以爆股过年 可以啊 只要它是弱势股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一下 1507的医生 勇大 昨天美股大涨又如何 还是破底 还是破底 6176的一个瑞宇 有没有发现 还是蓝色的K棒 用那么大的力气 拉了两根掌停板 哪有效啦 哪有漏用啊 同样也是更落下来 对不对 2882就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之前还拉这个红K棒 浪费钱 浪费名指名高的 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 来 然后完了之后 1507 刚刚已经打过了嘛 勇大对不对 9945昨天是不是有提醒你 对不对 9945的润态星 一样破底 来 2915的润态拳 是不是也是往下掉 也就是说 不是只是看平盖股 你去看一下4958的F真底 也是很弱 超级无敌弱 对不对 所以一样把握一个原刀 蓝K棒 还是可以爆空单过年 红K棒 还是可以爆多单过年 但是重点是 为什么那无当股票 建安老师就会比较prefer 2356的应业打 你一定想知道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跟你分享一个活动好不好 封关前 最后一次全省趴趴趴走 真的是 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最新冷风 要干事 没有关系 反正封关前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操作的逻辑 所以这一次的全省趴趴走 希望你能够知道 所以来 魔鬼藏在细节里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那无档股票 我只选一档股票 而不是选四档股票 我也要跟你分享 所以年后行情到底要怎么规划 震荡高手盘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完了之后进期货市场 如果你把期货市场当赌场的话 你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第四个如何精选股票爆股过年 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要跟你分享 所以请记得进赌场 当专家好还是当赌客好 知道吗 赌场老板赢钱的秘密就是这样 三秒钟过去 好 所以了 除以请你记得 留意一下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我认为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对你在操作期货也好 操作股票也好 一定非常有帮助 所以等一下广告时间 注意一下广告里面的内容 对 好 这么早细节 尤其在这个选股部分 待会稍微留意一下 当然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也好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新年头就年尾来个好彩头 运用工具 勤勉赚钱功夫 全面量化与您有约 1月30日台北 1月31日台中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新年头就年尾来个好彩头 运用工具 勤勉赚钱功夫 全面量化与您有约 1月30日台北 1月31日台中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吃火锅 怕油 怕上火 艾之味分解茶 降胆固醇 降火器 火锅的好朋友 艾之味分解茶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be single You do not go home You shouldn't even have a home 单不单身都要看 The steps for babies 大年初一单身啪啪啪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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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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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根滋養精華液 洗髮精 讓你髮旺旺 運勢旺旺 詳情請上 立大集團官網查詢 康市美 及全省各大通路 熱烈開賣 陳滿 細菌 有夠異味 同步真面 首創拋棄式 超島清潔布 品諾多功能 香氣麵菌清潔機 真清潔 秋冬補水 熱熱喝好氣色 萬丹紅紅豆水 去寒進補 暖呼呼 清熱解造 愛見一人水 新年頭就年味 來個好彩頭 運用工具 勤勉賺錢功夫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月30日台北 1月31日台中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歡迎來到七台論壇 今天台北股市來說 其實開盤開得還不錯 只是中間的震盪幅度 是蠻大的 今天如果做當沖的話 怎麼來掌問呢 把時間交給建安哥 好的 江老師教你 其實當沖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當沖會越來越難沖的意思是怎樣 是因為它的幅度會越來越小 你相信江老師 因為每到過年的時候 其實參與者會越來越少 那參與者越來越少 吃豆腐的機會 就是控盤所要吃的那個參與者的豆腐 就會越少 因為沒有人玩的嘛 所以它的區間就會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所以這件事情請你放在心裡面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台子取得10分鐘的K棒 今天為什麼一開盤的時候 會開高走低 答案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喔 開盤在這個位置 收盤在這個位置 所以很明顯的 一開盤的時候是 空方空盤 大物在做空 所以就卡不上去 完了之後 經過了第三根K棒的時候 又出現了一個粉紅色的乖離訊號 你看 所以萬事俱足 為什麼 因為乖離訊號往下 完了之後 空方空盤 然後大戶也不捧場做得多 所以你看 就是直接殺下來了 那盤中有一些曲折的話 是因為大戶在一些轉向的動作 不過基本上 你只要時間拉長的話 基本上它是往下的 往下之後變成黃K棒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大陸股市一開盤之後 往下掉之後 完了之後 人工盤又拉起來了 所以很明顯的 整個空方空盤的力道就不見了 就開始往上拉了 那今天當沖的一個做法 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江老師選擇的是 我們把我們的波段空單 把它拉出來 反正就是讓他表演 沒比明天會長 會跌 不管它 反正那是明天的事情 然後明天再來解決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所以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呢 我的看法還是這樣 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運用K棒的顏色 來幫助你判斷多空 不要為了失敗找藉口 要為成功找方法 所以當你方法不對的時候怎麼辦 江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江老師禮拜六禮拜天 不是要開盤嗎 對 就是要開盤 要告訴大家 封關前最後一次 全省趴趴趴趴 要告訴大家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精選股票報股過年 就像剛剛我舉五個例子 五檔例子 為什麼我選的是 二三五六的音樂島 而不是選同志 為什麼不是選其他的 我要跟你分享 所以第一個 年後行情怎麼規劃 第二個 震盪高手盤操作策略是什麼 第三個 進期貨市場 該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如何精選股票報股過年 所以要告訴大家 進賭場 是當莊家好 還是當賭客好 我已經知道 賭場老闆贏錢的秘密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你的操作期貨 操作股票一定很有幫助 最後關盤重點 健康老師 那入股有沒有跌了48多 還可以拉起來 這世界實在太神奇的捷克對不對 這沒辦法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有Hello Kitty 沒辦法 好啦我告訴你 多空交戰的點位 越打越高 答案介紹 7800 X17點 明天多空交戰的點位 就打在這個地方 明天8點45分之前 健安老師會公布在盤中教學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以當衝為主 這個數字就很重要 上上去就偏多 掉下來就偏空 如果假設你是當衝的 所以不要忘記了 不要去生小條的 去丟到大條的 對 好這是明天的關鍵數字 當然更多分析 同時間送進我們的節目 感謝收看我們再會 visibility 嗯 快點 快點